东南亚地区作为华人群体最早开始移民的地区,其区域内华人已经形成了深度参政的习惯。纵观整个东南亚历史,华人深与政治的记录可谓是相当的明显,而对于当地人来说,华人深政也早就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而再离我们近一点的泰国当年的英拉,其实就是一位华人后裔,而且还是一位少有的女性海外华人政治家,只不过,英拉并不是第一位是所在国登顶的女性海外华人政治家,要说第一位,那还要属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而她的故事。 也是相当的传奇,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繁华五千年,欢迎订阅观看。 一个家庭主妇能够击败一个当政时间超过二十年的军事独裁者,这个话无论是在任何时候说出来,恐怕也是没有多少人会愿意相信的。 然而,这样的故事就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了1986年的菲律宾,只不过,在我们真的开始进入这个故事之前, 我们首先还是需要了解一下这个故事中的一位主人公,也就是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阿基诺夫人,阿基诺夫人的全名是克拉松,阿基诺,只不过阿基诺并不是她原本的姓氏,而是她在嫁给自己的丈夫阿基诺之后,随丈夫更改的姓氏,在她嫁给阿基诺之前,她的名字是玛利亚,克拉松,科明昂科,其于1933年出生在中旅宋达拉省的一个名望的豪族家庭,克拉松有着兄弟姐妹,一共八人, 而她在家庭中的排行,则是第六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克拉松出生在菲律宾,成长在菲律宾,但是克拉松的祖籍却在福建漳州,其在幼年的时候,她在菲律宾当地的教会学校学习,而在大学之后,则是前往了美国的圣文森特大学学习,而在圣文森特的这段时光,对于克拉松本人的一生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这几年的时间之中,克拉松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现代先进平权主义思想,也是在这几年的时间之中,克拉松对于女性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一点其实对于其日后选择从政,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只不过,在克拉松回到了菲律宾之后,却并没有立刻就选择从政,反倒是继续在菲律宾的远东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克拉松与自己日后的丈夫阿基诺结婚,婚后的克拉松并没有去追求什么所谓的事业,反倒是成为了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她在家中专心的相夫教子,并且为阿基诺生下了五个孩子,后来那位21世纪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就是其中之一。 1972年,阿基诺因为颠覆罪,被菲律宾的马克思军政府抓捕入狱,在阿基诺入狱期间,克拉松几乎是独自承担起了阿基诺与外界联系的工作,这个工作并没有听起来那么容易,毕竟当时还是马克思军政府控制下的菲律宾,克拉松本人也处于被监视之中。 阿基诺夫人也被禁止参政,两人甚至在马克思军政府的迫害之下。 被迫前往美国流亡,此时的阿基诺夫人与自己的丈夫阿基诺本人比起来,其政治声望还是小太多了,但是一个意外事件,却意外地导致了阿基诺夫人的声望迎来了极大的提高。 但是这件事本身,却绝对不是阿基诺夫人本人愿意看到的。 1983年,阿基诺夫妇返回菲律宾之后,阿基诺本人却在马尼拉被不明不白地枪杀了。 阿基诺的死,对于菲律宾来说,就犹如一道惊雷,震撼了整个菲律宾的国内氛围,马克思的声望可谓是大减,再也无法维持一个独裁者应有的控制力。 而对于阿基诺夫人来说,阿基诺的死,同样也将她原本平静的主妇生活彻底击碎。 阿基诺夫人开始为自己的丈夫奔走呼嚎,要求调查清楚阿基诺的真实死因,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阿基诺夫人渐渐地成为了菲律宾人民眼中的正义之士,成为了菲律宾的政治明星。 而在1986年,阿基诺夫人宣布将会参加菲律宾的总统大选,只不过在当时的人看来,阿基诺夫人的参选事实上也不过是一场绝望的挣扎罢了,毕竟当时的马克思已经控制了菲律宾整整20年的时间。 马克思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在以往的数十年中,菲律宾不是没有过总统大选,但是马克思凭借着对政府的控制,以及对选票的操纵,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化险为夷,菲律宾的一次又一次的总统大选,事实上也只不过就是,马克思维持表面公正的选举工具罢了。 而马克思本人,其实心里也非常清楚,仅仅只是凭借着自己的声望,是完全无法与民望极大的阿基诺夫人向抗衡的这一次选举,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必败的。 因此,自从一开始,马克思事实上就已经准备好了修改选举结果,用阴谋取胜,当年2月,菲律宾公布了所谓的选举结果,马克思毫不意外地胜选了,但是马克思胜选的方式, 确实为所有菲律宾人所无法接受的菲律宾的天主教会,在第一时间就宣布马克思的胜选,事实上就是一场欺骗,而菲律宾90%的人口都是天主教徒、教会的发言,可以说是使得阿基诺夫人锁定了胜利。 人民对于阿基诺夫人的同情达到了顶峰,但是却并没有人敢于公开地表达出来,因为菲律宾的马克思政府对于国家恐怖主义简直是无比精通,敢于公开发声指责马克思的菲律宾人, 不是被逮捕,就是横死街头,然而马克思的国家恐怖主义。 对于美国人来说,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由于事件的影响实在是过于恶劣,甚至就连美国都无法假装一切都不存在, 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开始成为风向改变的预兆,他们不断地谴责马克思操纵选举的行为,甚至就连里根总统的特使都建议马克思先生主动辞职, 当时美国的副国务卿甚至表示,对于马克思先生来说,他是否将会下台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什么时候下台,以何种方式下台,而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马尼拉的大选时。 一场兵变也在悄然酝酿之中,1986年2月22日,两名军官闯入了菲律宾国防部长的官邸, 他们此举是为了控制住部长,进而完成他们政变推翻马克思的大业, 然而,令他们所意想不到的是,菲律宾国防部长竟然主动提出加入他们, 一起参与推翻马克思,有了国防部长的加入,政变变得更加的顺利, 而在马克思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一切已经太迟了,甚至就连美国政府都彻底抛弃了马克思, 里根建议马克思前往美国政治避难。 美军基地已经为马克思准备好了军用运输机,能够安全地将马克思一家带到美国, 然而,马克思却强硬地拒绝了里根总统的提议, 但是他手中的力量又完全无法与其军相抗衡, 在里根强硬地要求马克思下台之后, 马克思也只能被亲信如同一滩烂泥一般抬上了美军运输机, 而在政变成功之后,阿基诺夫人正式成为了菲律宾的新总统, 阿基诺夫人不仅是菲律宾的第一位女总统, 更是全世界第一位华人女总统, 甚至至至今还是唯一一位英拉市总理阿基诺夫人, 也成就了一个家庭主妇成为一国总统的政治童话, 与自己的儿子阿基诺三是不同, 阿基诺夫人倒是从来都不会避讳自己的血统, 在委期间,阿基诺夫人曾经多次派出政府特使, 专门前往福建省寻根, 而她在公开场合也数次表态许多菲律宾人, 其实都是中国的后裔, 我也是, 我为我自己的血统感到自豪, 许多菲律宾的民众也是, 我很想亲自到中国寻根, 也很希望中国与菲律宾的合作能够越来越密切, 1988年4月14日, 阿基诺夫人亲自前往了中国访问, 访问期间,阿基诺夫人专门回到了自己的祖籍洪建村, 并且还参观了自己的曾祖父许商智的故居, 在祭祖后, 阿基诺夫人亲自在村口栽下了一株南洋山, 阿基诺夫人在演讲的时候深情地说道, 我到中国来, 是为了国事, 也是为了私事, 我是菲律宾这个国家的元首,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我也是这个村庄的女儿, 说道动情处, 在场的众人, 无论是菲律宾人还是中国人, 无不感动落泪, 或许在阿基诺夫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菲律宾人民与中国人民, 距离最近的那一刻, 血缘的力量冲破了意识形态的阻隔, 让两个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阿基诺夫人, 也的确没有辜负自己的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菲律宾元首的身份, 1947年3月14日, 美国强迫菲律宾, 与其签订了为期99年的美非军事基地协定, 美国也因此获得了菲律宾国内广泛的基地使用权, 甚至是修建权, 这份协议是对菲律宾这个国家极大的主权侵犯, 然而在数十年的时间内, 菲律宾没有一届政府, 真的废除了这个可谓是丧权辱国的协定, 后来的独裁者马克思, 甚至有意无意地将这份协定作为自己的护身符, 直到1991年, 在阿基诺夫人当政的倒数第二年, 这份协定才得以废除, 然而协议的废除必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而最后一刻之前, 阿基诺夫人也必然是做出了更多的努力的, 甚至很有可能在阿基诺夫人刚刚上台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在努力废除协定了, 恐怕美国人也不会想到, 这个被他们推上台前的菲律宾民主之花, 其实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而阿基诺夫人的女性身份, 不仅没有对菲律宾的正常政治生活带来什么伤害, 反倒是成为了菲律宾的一介良药, 当时的菲律宾大主教新海梅也说过, 在我国历史的特定时期, 我很高兴我们的总统是一位妇女, 如果不是妇女, 我们会有内战, 阿基诺夫人与其继任者的交接, 也开创了菲律宾历史上正常非暴力政权交接的先河, 可以说, 正是因为有了阿基诺夫人所树立的典型, 才能够使得菲律宾这个国家, 在此后能够让大选不等于政变, 1992年, 菲律宾发生了火山喷发灾难, 阿基诺夫人亲临一线指挥救援, 还主张将火山灰制作成各种陶瓷制品, 远消海外, 因此来弥补灾区群众的损失, 这份冷静与明智也无愧于他政坛豪杰的形象, 直到今天, 阿基诺夫人依然被认为是菲律宾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 可见其在菲律宾人民心中的形象, 1986年2月25日, 大势已去的时任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携家眷紧急赶往关岛美军基地, 大乘美军的直升机经关岛逃往夏威夷, 而随同他一起离开的, 还有价值7.17亿的22箱美金, 300箱各式各样的珠宝首饰, 装在尿布盒里价值400万美元的宝石, 65块卡地亚手表, 价值20万美元的金条, 此外还有在美国, 瑞士等地的存款单, 价值1.24亿美元, 就在马克思着急忙慌跑路的时候, 总统府马拉卡南宫里也正热闹非凡, 大量的菲律宾民众涌了进去, 发现了2700双皮鞋, 1700知名牌包, 200双袜子等名贵服饰, 而这些都是马克思夫人留下的糟粕, 同样在这一天,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一个俱乐部里, 一个53岁的中年妇女, 就任了新一任菲律宾总统, 在走下汽车的一刹那,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她欢呼, 他们知道, 正是眼前的这个女人带领她们推翻了马克思, 而她也即将迎来自己的总统生涯, 她便是阿基诺夫人1861年, 在福建的张州铜湾县, 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坐上了渡船, 由于靠海的缘故, 福建人总能得到更多的外界信息, 于是在家乡过不下去的她果断出海, 前往了菲律宾谋生, 彼时谁也不知道, 这个名为许上智的20岁小青年, 能够混出多大名堂, 1877年, 许上智已经拥有了几千亩的种植园, 新开的堂厂也在建设当中, 在她的发展之下, 许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1933年, 许上智的孙女在马尼拉出生, 她的父亲给她起名为玛利亚, 克拉松, 科明昂科, 如果将她翻译成汉名, 那就是许拉松, 下面都会统一称阿基诺夫人, 由于加斯坡丰, 再加上许氏家族, 在菲律宾是大户人家, 家里许多人都在菲律宾政坛, 拥有一定地位, 因此, 阿基诺夫人从小就被送到了马尼拉圣书拉卡学院读小学, 这是一所私立的天主教学校, 尽管家境显赫, 但阿基诺夫人却学习非常努力, 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 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 阿基诺夫人就被送往了美国在费城的一所学院读书, 随后又转入了纽约的圣母学院读书, 这所学校同样是天主教私立学校, 并且只招收女子学生, 阿基诺夫人在这里学习法语, 1953年, 阿基诺夫人从这里毕业并拿到了学士学位, 而当时的克拉松还远没有后来的政治家形象, 在她的同学口中, 克拉松甚至是一个腼腆的女孩, 毕业之后, 阿基诺夫人回到了菲律宾, 进入了菲律宾远东大学攻读法律, 而就在这段学校生涯里, 她认识了一个名为贝尼格诺, 阿基诺的男子, 二人一见钟情, 迅速陷入了爱河之中, 事实上, 阿基诺夫人的家族和贝尼格诺一家是始交, 两家有着非常好的关系, 因此在1954年, 阿基诺夫人和贝尼格诺结了婚, 阿基诺夫人也是这时冠上了丈夫的名字, 也正是因为这段婚姻, 最后才得以走上政治的道路, 1955年, 贝尼格诺成为了玛尼拉最年轻的市长, 当时的她只有22岁, 而阿基诺夫人则一直作为贝尼格诺的夫人, 陪她出席活动, 而大多数的时间里, 阿基诺夫人更像是一名家庭主妇, 在家里教育他们的孩子, 是贝尼格诺最坚实的后盾, 1959年, 贝尼格诺当选达拉省的副省长, 并且在第二年就被扶正成为了封疆大力, 这时她还不到30岁, 可以说贝尼格诺有着铁打的前程, 但一切都随着一个人的到来而改变了, 1965年, 马克思就任菲律宾总统, 但他却打着民主的旗号大搞独裁统治, 不断地从国家里捞钱, 娶得老婆也是个奢侈花钱的主, 而看不惯这些的贝尼格诺加入了反对派自由党, 并在1968年成为了自由党的领袖, 还当选了菲律宾参议员, 成为了反对党最年轻的参议员, 在许多场合中, 贝尼格诺经常抨击马克思的独裁, 对独裁政府予以批评, 阿基诺夫人对此非常担心, 可她又不想让丈夫失去那份仁义之气, 于是只能默默地在背后为她做好一切, 但让阿基诺夫人没想到的是, 马克思的报复果真来了, 1972年9月21日, 马克思通过了1081号命令宣布全国戒严, 而一直以来和她作对的阿基诺则被抓进了菲律宾陆军总部伯尼法西奥堡, 1983年, 贝尼格诺趁着生病来到美国诊治, 随即逃离了监管, 并开始了流亡生活, 然而在1983年, 贝尼格诺在返回菲律宾的时候被人暗杀, 一枪打中脑袋, 当场死亡, 丈夫的死刺激到了阿基诺夫人, 在几天后, 她为丈夫举办了葬礼, 参与的民众高达200万人, 失去伴侣的阿基诺夫人投入到了政治当中, 此时她心中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推翻马克思, 自1983年开始, 阿基诺夫人就积极举办, 参加反抗马克思政权的活动, 并且接过了丈夫留下的政治资源, 领导他们继续反抗, 1985年11月3日, 马克思突然宣布, 下一届总统大选将在三个月内提前举行, 引起了全菲律宾的震惊, 但同时, 社会各界也写了一份超过12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 要求阿基诺夫人申选, 一个月后, 阿基诺夫人宣布正式参加总统选举, 面对来势汹汹的科拉松, 马克思用上了各种攻击手段, 比如说阿基诺夫人是个女人, 应该待在卧室里, 同时还把当年安插在阿基诺夫人丈夫头上的罪名, 又给来了一遍, 但都遭到了阿基诺夫人的驳斥, 1986年2月7日, 菲律宾议会宣布马克思获得胜利, 但是这一结果却遭到了全国自由选举运动组织和科拉松的反对, 根据全国自由选举运动的报道, 马克思以威胁、恐吓、威胁等卑鄙手段获得了更多选票, 对此,马克思自然是大家批驳, 双方各执一词, 然而让马克思想不到的是, 35名菲律宾选举委员会的计算机技术人员愤然罢工, 并抗议选举委员会被操纵, 以至于选举结果向有利于阿基诺夫人的方向倾斜, 此事一出, 对马克思的威望是个不小的打击, 但真正动摇他根基的还是国防部长恩里莱, 菲律宾武装部队副参谋长拉穆斯的倒戈, 由于马克思舞弊造成的恶劣影响, 这二人认为马克思已经江河日下了, 因此在2月22日, 本里莱和拉穆斯召开了记者会, 宣布脱离马克思并支持阿基诺夫人, 双方很快建立了联系, 这一消息简直让马克思目自欲裂, 到了24日越来越多的军队集体滑变, 宣布支持阿基诺夫人, 而就在马克思在电视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信号却突然被掐断, 原来电视台也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了, 25日晚9点, 马克思黯然逃到了夏威夷, 他在菲律宾的一切权力都被抛下, 而这个国家也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位女总统, 也是亚洲第一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